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安期会客室》 其实这次我们请来的这位朋友 我想在大家日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 为什么呢? 开港也有一个说话叫做 先敬来依后敬人 而这位朋友在我认识他这么多年的时间 经常在传媒认识那人穿衣 今天我们请他到《安期会客室》 不止要他说说别人 要他说说自己 这位就是全香港知名度最高的 Image Director Designer之一的Nelson 张可允 Hello 大家好 Hello Angel 你好 很开心我要上来 是啊 其实我想很多观众跟我一样都是这么开心 因为今天我们谈的话题 我想大家都会有兴趣 因为新的一年 大家要买新衣服 很多东西 首先就是说 刚才有说了 这么多观众的朋友 当你很close的关系 不如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你近几个月以来 最忙的项目是在做什么呢 其实因为我自己 周身都没有将来 变成很多东西在忙 在去年年尾 我又忙了两部电影 一部在香港拍一部在马来西亚拍 又帮国内一个电视台做了一个节目 又在谈一个新的节目将会开拍 又做了一些私人晚宴的工作 有些MC 登台 又帮人做了一些talk 讲了一些戴美丽的talk 一直都是忙着这些工作 又有帮一些品牌做了一些公关的活动 例如fashion show 与如此类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 从Nelson来说 真的是一个很典型的香港人 他就比较谦 就说周身都没有 张张利还是没有张利 没有张利 不是啊 我帮你更正了 周身都应该是张张利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到你自己这么多样东西 我想这个image 形象那方面 都是大家最熟悉的 是 是 变了就是说 我经常今天问的问题 就希望是到辱一些 就是不会就着那样东西 我经常打开那些雜誌 你也知道 其实看一些某方面的雜誌 是香港人的一个习惯 是 就见到你平头品足 哪个穿衣不穿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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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就是说真的 真的不可能说个个都赞 就是如果这么行的话 我想下次都不会有人再找你 是 我都见过你有时 就是说到 哇 很奇怪啊 这样的 那变了有这么多个时候 要去批评别人 会不会有些朋友 因为你也知道做这个行 不可能说 就是认真不懂的 是 就算真的不认识 大家都知道大家是谁 一定会 知道的 是 有没有人因为这样而炸你型 甚至最后面左了 连朋友都没得做 有没有呢 也有少少 不过不是很多 因为始终我尽量都是 以件衣服去说 好还是不好 就不是去人身攻击 那变了大家可能就有时 有时就会笑 哎呀 穿衣更好还是不好 那我尽量会希望做到 公平公正一些 持平一些 尽量就是 以衣论衣 就不要做到人身攻击 那样东西 那变了大家都不会说 太过介怀的 有时 也有试过有些朋友 不高兴的 也有打来说 要不要说得这么狠 但有时我亦都要 澄清一件事 通常我品评穿衣的时候 我都会用一些 比较大家 稀笑老马 开心点 搞笑点 有时有某一些杂志 或者某一些传媒 就会将我用的形容词 去揣改了 变了一些比较低俗点的形容词 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不开心的 我试过有时 看了一些 他说是我说的 我看完之后 我会打回我朋友 那两个字 到底为什么 我自己都不明白 熟悉我的朋友 之外 我不会用这些形容词 或者这些词语 但不懂的人 可能会以为我说了 那些人看来也会生气的 因为我觉得 尽量不要人生攻击 因为我觉得 每个人天生出来的东西 是你父母给你的 你应该去 穿衣服是怎样 帮你遮掩缺点就可以了 不要攻击人生天生 天生生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 这件事我尽量不做 譬如你的脚 我会说 可能你的脚比较肥了些 我不会说你夹早脚 我一定不会用这三个字 如果脚比较肥 可以如何修饰 我会这样说 不如你现在 玩笑话 你也开了intro 那脚比较肥 可以如何修饰 如果脚比较肥 你现在很轻的 我觉得是女士的恩物 你也有深浅色 你的裙子也有长短 褲子也有阔窄 但我觉得穿衣服 你想帮自己 怎样令身形的比例改善 只要记住 长短阔窄就可以了 对了 衣服长短短 身形比例又不同 阔窄短 已经不同了 很多时候 我们所谓的自知之明 其实出了一些场合 或者看到这些报道 有些人其实不知道自己的缺点 例如最近我看到很流行 那些Leggings 一堆毛 在小腿下面 那个毛毛Leggings 对了 如果你已经不是太高了 你的小腿是比较肥的 如果你再穿毛毛Leggings 你就真的会变成一个大象 对了 其实有些人的小腿 比毛毛Leggings还比较肥 对了 对了 所以你刚才说到 如果你穿衣服要穿得好看 就是要把衣服遮住 身体不是一般标准的角度 不漂亮的东西 对于一些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你会怎么用一个 比较黑套的礼儀的说话 去点醒它 我会直接告诉你 你自己的缺点在哪 你的优点在哪 你将缺点遮掩 优点放大 因为我觉得时装骗人的 没有衣服穿了 你高三寸瘦 从来都没有这样的 只可以帮你尽量利用视角 或者线条上 去引来一个错觉 帮你改善身形 不就是穿衣服 还有就是说 常常有很多人去追问 就是说 trend 潮流 但是既然 我们今天讲到这么多题 这方面 根据章学人Nelson 他的原理 你好像说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潮流 应该只剩下色 是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 我们以前小时候 九十年代初 八十年代 那些设计人 其实每一季 大家流行什么 大家都会做的东西 都差不多 例如 流行占博衣 流行褲子 那些设计人 都是出差不多的东西 但你发觉 近期每个设计人 是有自己的风格 每一季会出自己的风格 只不过 那一季哪个设计人 的出品 最受大众欢迎 他的出品 就会变成潮流 那种风格 其实没有特定的潮流 我觉得这几年都是这样 我之前和关淑儀 聊天也是 对 现在都没有 trend 每季只有 color 就是流行什么颜色 你就着 留意那些颜色 但你不穿 那些颜色 有人说你出品 现在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大家最好 可以穿出自己风格的时代 因为你没有东西 它困住了 你要穿什么 等于现在很难行 这些衣服 你不穿 有没有人会说你出品 是不是 可以穿出自己的风格 以及找一些适合自己的身形 自己的风格 或者自己的职业 工作需要的衣服 是的 因为我曾经经过一段 和很多朋友 都有一些所谓盲目 跟随潮流的日子 大家都经过过 其实 我一定要跟 但其实这件事 是挺傻的一件事 因为那个 trend 潮流流流流 但是未必是适合你的 对于热褲 就是一个例子 未必适合的 是的 很恐怖 是的 还有我自己 有时都在检讨 自己随着年纪的成长 你穿的衣服的衣服 都不同了 我可能过了几年 我不可以再这样 短褲的衣服 人家会说 你这么老还穿成这样 你要看你自己的外形 保养得成什么 其实很多因素 而决定到你可以穿什么 好处我们做这个行业 就比较3D 可以穿衣服 可以除你自己 可以死很多 嗯 是的 我发现很多人 不穿衣服比穿衣服 就是穿错衣 哈哈 是不是 哈哈 不穿衣服比穿衣服 漂亮 是的 就是穿错衣服 通常那些人穿上衣服 漂亮一点 有多少人不穿衣服 会很漂亮 是的 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 有时自己要了解一下自己的决定 是的 我觉得有些 就是说 这些价值观 有时我未必会认同的 就是 刚才说到我们开节目之前 我们说到肥瘦的问题 是 我不知道是since when 是什么时候开始 肥一定不漂亮 是的 瘦就是漂亮 其实我都经常会和朋友分享 你都不断减肥 我减肥是我自己贪漂亮 我努力去做到 但是说到这个问题 对 谁说肥不漂亮 没有人说肥不漂亮 因为我经常跟朋友说 第一件事 穿衣服漂亮 不要和人比较 你怎么扮怎么漂亮 你都比不美 除非你整容 对不对 那何必要和其他朋友 人去比较呢 应该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 带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我觉得肥 和有没有品味有没有关系 我可以肥得有品味 我作为有品味的肥妹肥仔 都可以 对不对 为什么那些人 常常觉得我肥就很自卑 我觉得一样不好 当然你可以很努力 自己有恒心 很健康地去减肥 我觉得是有好事 始终瘦人穿衣服 是漂亮一点 这个没办法 这是事实 所以我自己很努力去减肥 但我又不代表我肥人不漂亮 因为我太贪漂亮 我付出这个努力 对 安琪姐姐就是付不了这个努力 因为我在这场节目也说了 平时的社会也说 我太喜欢吃东西 尤其是我太喜欢吃宵夜 所以我一定是没有Nelson 那么努力 是的 因为我试过很恨自己 一件那么漂亮的衣服 我穿下去很噁心 因为我贪漂亮 所以我会很努力 我一定要穿得漂亮的衣服 我要减肥 不可以令自己太肥 所以我不代表我肥也不漂亮 所以记住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 是的 你刚才也说到某些艺人的例子 就算以我自己来说 我和你由电台合作拍poster 拍电影 到很最近来说 有某一本 不穿衣服都这么漂亮 人体彩繪 是的 人体彩繪 是的 人体彩繪的写真 也是由张学润 做这个形象美术指导 那个director 我其实是计不了你 曾经和过多少美人合作的 其实也很多 也很幸运 因为我从入行到现在都21年了 我其实也中间合作过很多 很多的明星或者是艺人 我觉得其实我也很幸运 我有这么多工作机会 而且在这个娱乐圈里面 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范畴的工作 其实我自己也很感恩 因为我觉得每一样工作 就是朋友亲爱我 而给的机会我去试 讲到朋友亲爱她 我想我自己认识张学润 十几年的时间 我想她是一个很抵舌的人 英文叫做艺人 多谢 多谢 就是说她 有些时候我觉得 跟人做事 有些人会给一些面色你看 或者没有人的压力 但是那个人又未必是很有料的 她总是 广东话的说话挺有趣的 你总是扮了事情 很压力的 总是不能自由去思维 但是Nelson经常给人的感觉 是很如目春风的 是 其实我认识你这么久 我未见你生气过 我也会生气的 但其实我是一个很疼自己的人 所以我每天都尽量令自己开心 令自己开心过 而且我也很无所谓 有时候这些事情 我没有理由为你来激起自己 人家的激起会相干 是的 所以我是一个很世界大同的人 希望大家都合作愉快 工作大家开心 过得自己过得别人 这个是最重要的 当然我有我的底线 是的 可能我的底线比较阔 没有那么容易走过去 所以我就尽量令所有人 大家舒服开心 完成一个工作 大家很愉快 那就很好 何必多一个敌人呢 这样 今集在《优质生活台》 有很多证据分享到 何必多一个敌人呢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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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真的有些人 他是恶意的 你知道这个世界 很多 例如说 《优质生活台》 有很多机会 很多工作机会 那他不抵得你 很受欢迎 很多人找你 那实际有这些事情 他冬季你 不抵得你 他中伤你 你不想多一个敌人 他硬是要你做一个敌人 这个你自己没得避免的 我曾经有一个例子 你的EQ怎么解决呢 那一个EQ 其实是一个人很高的 这些人我会不理他 我免得刺激自己 因为我曾经有一个例子 曾经有一个 都是不属于我的同行 但都是我们形象 梳化服 这三样东西 其中有一个朋友 他跟某一个人中伤我 那位朋友原来 又很疼我 他就说 你跟他不适合什么 我问我 我说不去 我跟他都不同范畴工作 虽然大家都是范畴 他说他说你什么什么 他跟我说 我说是什么 我不知道 后来我都没有你了 那就算了 基本上我都没有 几样东西 但是这个世界上 就是很好笑的 就是过了几天之后 有一个工作 就是我做司仪 去做嘉宾 我心想 哎呀 他又跟我同台 不过我就在台上 我说了一句话 其实你今时今日 做到这么有名气了 也不会像我们娱乐圈的人 常常会靠插人的背脊 插人的背脊 而上位的壳 就给他说话 我问他 我问他 那他怎样 他的面都没有 其他人不知道 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 也很得体 不是很差 他自己深知的便会明白 如果他不知道 也没所谓 也是一条很正常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地球是圆的 我相信有报应 说得好 是啊 所以我经常不敢做坏事 就是我信有报应 好人会有好报 我经常用这个东西 警惕自己 虽然很短 但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也好 新年来说 我们的事情 正面一点去看 是啊 我是一个充满正能量 positive 能量的人 我所有的事情 不会想负面 例如你和我做朋友 我不会 你会有什么企图 我一定不会这样 你博什么 我一定会拿心出来 和人做朋友 我的性格是这样 我又没有什么给你欺骗 我又没有几亿身家 你最多浪费我少少时间 和我的友情 这些东西我虧得起 所以我刚才说 Nelson 是很adorable 因为它令到你会 有些东西是会打得开一点 是啊 哎呀 其实我的人会比较执着 而且我不信好心又好报 我经常看报纸 那么好的 又会遇到一些意外 不是 我信一个正能量 充满正能量 好事才会发生 是 如果你经常充满负面的能量 发生的东西都是负面的 是吗 如果你充满仇恨就会负面 是啊 我觉得何必要这样 你充满正能量 你发生的东西都是好事 嗯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很多好人发生 很多某些事 但是如果你信恩果 可能有些东西去解释 那大家会舒服一点 是啊 对了 何必令到自己这么多困惑 对了 所以观众有没有收到 我们今天的节目 安琪会是 发放出来的正能量 是啊 有正能量 因为我觉得人会漂亮一点 你整天愁眉苦面 或者心不开心 你的人怎么会漂亮呢 我相信 我相信真正由里面发出来 才是漂亮的 嗯 因为我也见过 有一些朋友 他虽然都在那里 满身都是名牌 但他的面口是很麻烦的 是啊 你甚至是感受不到 他那种感情 这个都是浪费的钱 是啊 是啊 不过我想说 你跟这么多人去合作 我就不会特别叫你 说哪个漂亮哪个不漂亮 因为始终有时美都是主观的 就是你觉得 啊 关之林李嘉欣很漂亮 但可能我会觉得 张曼玉很漂亮 是 那就不同了 反而我就想知道 就是跟你合作过 这么多个职业 朋友 藝人里面 有哪些经验 是你觉得有黑骨铭心的 不只是难忘 黑骨铭心 会不会像Carrie那样 哇 他全国不穿衣的 那这些我又见得多了 因为我由入行 第一个工作就是做选美 变成几十个女孩 看着我买嗓 有些艺术员 只订定我帮她换衣 出了女孩 也陪我去厕所 站在外面 或往下在厕阁等她 那怎麽算 我都买惯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 有个女孩儿有一个信任 是 那没有信任 他们不会被一个男孩 这样和她亲密的接触 是啊 当然跟很多艺人 都很难忘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 要我计算很难忘 我一定是和我的老友 湯寶如,會特別多的,因為我跟他接觸最多 我跟他就會多一些趣事 其實是難忘的趣事 因為你知道湯技很烏龍的,很大猛的 我們試過有一次上郵輪登台 那船開了,糟了,沒有身分證 然後找,糟了,開船怎麼辦 原來在袋子底就找到了 被嚇一嚇,已經不害怕了,就沒事了 然後晚上唱歌表演,衣服看過 一定要戴衣服,衣服要配襯衣服 其實是準備好了 然後臨開表演 不結了衣服? 找衣服,插勻全房,床下底 我也猜到還是不結了衣服? 對,他的袋子什麼都沒有 糟了,沒了衣服,要找衣服 然後,糟了,怎麼辦 我說快要出台了 雨貼又沒有戴,衣服又沒有 又看過衣服 沒有理由這樣便宜觀眾 然後我們便宜觀眾 說人家的幼齡是一家大小 不移的小朋友 那怎麼辦呢? 我說不如拿兩個鞋子 又沒有 廁紙又不行 然後怎麼辦呢? 想想 不如,算了,你照出去吧 你就這樣唱遮住就算了 沒有辦法,因為時間到了 那整晚緣分的天空就這樣遮住胸嗎? 然後想不到辦法 然後我說,你進去換衣服再說 再看看怎樣補救 一進去換衣服,在廁所 尖叫 原來我戴著 你說是不是被嚇到心血少呢? 我都心臟病發 原來我戴著了 就搞了幾個小時 很多這些趣事 湯基和我真的很多 因為好像臨出場 哎呀,粉紅白色衣服全部穿 那怎麼辦呢? 馬上去洗衣服 然後用吹風機吹乾它 整天都有很多這些烏弄的東西 哎呀,辛苦了 可想而知 原來,Nelson 你真是一個很愛心的人 因為如果換了其他人 他們會發脾,他們會罵 有沒有搞錯啊? 你這樣 但沒有,我就會罵 因為我的生物朋友 都會罵我 因為我某程度 如果做一些烏弄的東西 他們就會罵我 我的性格就是不會罵人的 但你是不會罵人的 譬如我的助手做錯事 我都不會馬上罵的 我首先會想 解決了問題 先不要罵人 我覺得罵人是沒有用的 你用行動 用你的實際 做出來的事 來告訴別人 別人會知道自己錯 我覺得你真正做到事情 給別人看 別人才會真正信服你 只會罵人是沒有用的 是啊 所以我經常叫朋友 不要經常罵人 別人真正信服你 你用自己的行動 就可以做到別人聽 別人會信服你 別人也不想錯 他錯了也不錯 那你就解釋 看應該怎樣是對 所以說 你不是太困難 美麗也不是純粹用金錢來堆砌 不如說多一點的正能量 尤其是張學員Nelson 跟我們說 在心裏發出來的美麗 其實這就更是 價值無價 對 這是無價的 這是真正的美麗 但是你雖然說你自己經常有個開心過 讓人很開心 但是我覺得 你未必一定是講完百分之百的真話 你想聽些甚麼 例如我自己坦白來說 雖然我自己是做DJ出身 但是是一個比較另類的DJ 是 因為一般來說 就是我自己 雙台那時候成名 叫做 因為港台那時候 真的太多 就是剛剛做訓練 就沒什麼機會成名 去雙台成名 但是做DJ來說 就真的 不收蝙蝠 尤其是我們那一期 是有個姓余的同事 我永遠記得他 就是你那一刻身的大腿 因為我打開門 看到辦公室 他喜歡穿短褲 就是看到大腿 OK 還有譬如說 Suzi Suzi Brenda 盧業美 大家都是很 Casual 這樣說 因為見不用見人 不要說不適蝙蝠 我又得罪 但是你在直播室 不見人 你走出來 門口有Fans等 大家必須要忘記 很多人 就是那個年代 對DJ來說 是非常之瘋狂 但是 我比較另類 我在DJ當中 我很喜歡 修飾扮靚 這是個人貪不貪靚的問題 是的 所以今天 我去找張學潤做 我們的 guest 其實之前 我的腦子 一直在想 他今天穿什麼 因為其實每一次 跟Nelson 合作開工 他都帶給大家一個 我記得上一次 跟你開工 他穿一個白色的jacket 嗯 淺藍色的牛仔褲 嗯 跟著一條紅色的巾 他那天是幕後的身份 但是很漂亮 他好像比某些幕前的人 那些人 今天我們來拍攝 我就想 他今天穿什麼 其實會不會因為你是 我想不僅自己 我一個是你的朋友 會這樣想 會看你今天穿什麼 咦 如果今天灰色的波爐 開胸 挺好 襯得 Come on 我總是不會相信 你不會因為人家 對你有希望 而你沒有壓力 你不可能沒有的 那你有錯 其實我經常跟大家說 其實我扮漂亮 是為我自己開心 不是為給別人看的 你讚不讚我 不看我都不要緊 因為我覺得 穿衣的出發點很重要 很多人穿衣是為了要人讚 要人說你漂亮 或者要給別人看 要表演 我覺得這個出發點已經錯了 你做人當然要令自己開心 你那天穿了一套很漂亮的衣服 你照鏡 覺得自己今天很漂亮 你出來真的會漂亮 你的自信心也在 那我覺得 我是否滿足了自己令自己開心 你彈我不要緊 等於我經常看 報章雜誌評論 一些藝人穿衣 我都跟他們說 你不用理我 只不過他們找我說 我只是說一下 或者用我的專業意見 我可能比你專業一點 不代表我一定是對的 我覺得穿衣最重要 你自己開心 你自己舒服 不需要理人說什麼 其實我都覺得 有時我都沒有資格 去品評人家穿衣 只不過有些讀者喜歡看 或者我剛好說中讀者想想的事情 我覺得 大家哪有資格去說大家 你自己開心就最重要 所以如果你想繼續開心 就繼續收看我們 《優質生活台》 今天我們嘉賓張學潤 我們下次見